日本平安王朝时期是王朝贵族地位的顶点,平安京的上层贵族自以享乐,一派太平盛世之景。光源氏是皇帝的小儿子,母亲未奋低微,在朝中无权无势,皇后从中挑拨,光源被开除皇室身份,着将为臣级,但皇帝还是一直爱护着他。 这光源可谓是貌美惊人,才华横溢,风流倜傥,但三岁丧母为他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。 母亲去世那天是樱花盛开之日,也许是幻想,自己仿佛在樱花中奔跑,追逐母亲,却如何也追不到,他觉得是樱花带走了母亲,所以人人称道的樱花却是他心中的梦魇。 可能正是因为缺乏母爱,原是格外留恋女性的温暖和柔情浪迹情场。 他和地方官夫人六条有染,六条虽以为人妇并育有子嗣,却依然抵挡不住光源的魅力。 他有着强烈的嫉妒心,十分渴望光源的爱,时时担心自己失去这份爱。 他还倾慕皇帝之妾,以及自己的继母藤湖,只因藤湖消赐自己的母亲。 这份青木也在他自身的荒淫中变为了战友,与其通奸。 他也并未放过出身低微的西岩。 西岩年轻貌美,温柔如水,让他很是喜欢。 一日与其刑防完毕后,光源的衣袖上飘下了几半樱花,眨眼间却又消失了。 突然间,屋外电闪雷鸣,惊觉不定的西岩晕了过去。 空中飘起了一件透明袍子,幻化成了素素樱花。 西岩在此时丢了性命,可能是奇觉巫术,可能又是光源的幻想。 但他对英化的害怕,着实又深了几分。 总是能在藤湖那里得到慰藉的光源,却正在被藤湖推开。 藤湖深感偷情的罪过,认为自己的不真会带来祸害,不想要再度欺骗皇帝。 光源枉然,他诉苦道,自己时常迷失方向,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。 对于我来说,你是我的母亲,是精神安慰的长者。 藤湖为他擦干了眼泪,额头相靠。 光源不禁又想到幼孩时,母亲也是这样宽慰自己。 这一夜的乌山云雨后,藤湖便再也没有见过他。 光源的表妹子公主年纪尚幼,母亲过世,父亲再娶并有了子嗣。 他决定将子带去他府上照顾,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也年幼丧母,他十分心疼,有相同遭遇的子。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子长得十分像藤湖。 他对子很是疼爱,时常陪他玩游戏,为他吹笛弹琴。 子也对他十分依赖,在他府上安稳地住了下来。 一天,光源得知了藤湖怀孕的消息,皇帝已是暮年,竟然还能获得子嗣吗? 他怀疑孩子是自己的,冲去藤湖的宫内,却被侍女拦住,如何也不让进。 光源心中悲怯,他虽四处问柳寻花,但对每一个床榻边的女子都是投入了真心,尤其是对藤湖。 藤湖给了他其他人给不了的母亲般的和煦温柔,他独自往回走着,心中十分悲怯。 其实光源是有未婚妻的,出身名门的左大臣之女魁,是皇帝赐的婚。 朝廷上,皇后乃幼大臣之女,其子朱雀为东宫太子。 所以这一派系全清朝野,皇帝便将左大臣之女赐予光源,有意牵制幼大臣一派。 魁虽清心于光源,但心高气傲的他不能接受未婚夫在外沾花惹草,因此对光源爱恨交缠。 想要光源靠近,却又在他靠近时,说些吃醋的风凉话。 光源喜欢温柔顺从的女性,对魁打趣道,六条夫人可就不会说这种话。 惹得魁更是恼怒,光源健壮,不再逗他,妻身吻上了他,共赴云语。 很快,藤湖诞下一名龙子,皇帝十分高兴,他好似以知晓藤湖与光源之事,当着光源的面,说孩子的哭声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。 光源心中憋闷,戒酒消愁。 酒后来到了龙岳闺中,龙岳是左大臣的六女儿,是东宫太子朱雀未过门的未婚妻,两人私会已久,龙岳次次责备自己,却又次次败在光源的甜言蜜语之中。 另一边,魁怀孕了,还未过门便怀孕,多少有些败坏风俗。 这事兜兜转转传到了六条夫人的耳中,度火中烧的他恨得咬牙切齿,一日六条和魁的牛车在街上狭路相逢,互不相让,魁受到了惊吓并倒了。 自从有了那一日的肌肤之亲,魁温顺了许多,光源自然也对他喜爱有加。 魁卧床养病以来,他一直在旁守护,甚是心疼。 魁被梦魇所困,病情渐渐加重,左大臣请来了法师做法,驱逐邪灵。 一次施法时,魁突然静坐起来,抱着光源说,自己为了他肝肠寸断,神魂颠倒这些露骨的话。 光源了解魁内敛文静的性格,知道他断然不会说出这些话,怀疑他被邪灵附身,质问他是谁,魁却是晕厥了过去。 魁终于诞下了一名小儿,名叫西雾,不知是否为怀念逝去的西岩。 光源对魁更是疼爱,日日作陪,直言若是失去魁,自己连活着的心情也没有了。 一日,光源外出参加祭典活动,临行前抱着魁道,会尽快回来。 这时,几瓣烟花掉落在他的袖口,又是转瞬即逝。 果然,还在祭典典礼时,他便收到了魁病逝的消息。 魁是不幸,却又可能是幸运的,他在最幸福的时候,死在了所爱之人的恩宠之中。 而他却并不是病死的,而是被六条夫人的巫术所杀。 当日,说出露骨奇怪的话,也是因为六条附身。 六条夫人对光源的爱深入骨髓,却不能独占他,十分可恨。 西岩与魁的死,实际上都与他脱不了干系。 六条一面是对光源炽热的爱,一面却受到逝去灵魂的鞭挞,恍恍不安。 最终,他决定离开京都这片是非地,远离光源这个让他痴狂的男人。 对未婚妻死因毫无知觉的光源,对六条充满了不舍前来相送。 屋内离愁多悲伤,夜宠哀鸣,更添急许愁。 拂晓别离,人心悲,却恨哀愁,只可徒留心中,无人话说。 皇帝病重,死前将藤湖所生幼子托付于光源照顾,并让藤湖与光源合作一曲,为他送别。 这两人,一个是爱子,一个是宠妻,都是皇帝心中不舍之人。 纵使行了不堪苟且之事,他依然无法将仇恨倾泻到两人身上。 皇帝驾崩,朱雀登基。 昔日,皇后成为了皇太后,又大臣一家,权倾更盛。 失去了父亲的光源,又做了那个梦。 梦见他在樱花中奔跑,却如何也追不上娘亲。 他来找到藤湖,找到了他的膝盖上,请求他收留他,不要赶走他。 藤湖心疼地俯上他的头,却告诉他,他之所以爱他,只是把他当成母亲而已。 朝廷的权势斗争让藤湖不堪重负,而与光源纠割不休的爱,也让他如履薄冰。 藤湖最终决定消化入佛门,心爱之人一个个接连离开自己,光源只觉得自己中了魔咒,是樱花的魔咒。 此时,他与龙月夜的奸情也被幼大臣发现了。 幼大臣和皇太后密谈如何处置,最终他们决定宁愿葬送小女的幸福,也要揭发这门丑事,打压光源。 私通罪名成立,光源被逐出政治圈,贬出他乡。 昔日还是幼童的子公主,此时已经长成女人,一心一意爱着光源。 光源将家中一切事物托付于他,自己孤身远走。 临行前,他又做了那个梦,樱花繁盛,片线起舞,卷走了母亲,卷走了爱人。 只徒留一地他的离仇与哀伤。 电影虽然主要描写光源的爱情生活,却透过这些揭示了贵族生活中一夫多妻制度下,妇女悲惨的命运。 它们是政治斗争的手段,是政治交易的工具,身不由己之外将心也交出去时,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政治牺牲品。 原始物语《世子世部》的一部长篇名著,被誉为《日本的红楼梦》。 原著中,光源在流放回归京都后,再次回到了政治斗争中,而动画用了短短100分钟来表现这段情感纠葛。 节奏掐得刚刚好,画风如梦似幻,日本华丽的服饰会风格,配乐舒畅神妙,光源出场时便惊为天人,每个分镜都非常有意境。 推荐大家去看看原片,真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佳作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儿,小伙伴们记得多多留言关注哦,咱们下期再见。 小伙伴们下期再见。 小伙伴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